你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是母亲节,聊一聊跟母亲有关的话题 那么我先想说两件小事 也是她到美国来的第一次到美国来的一些她自己的经历 以及我和我们老娘之间的一些互动也挺有意思 那么在美国,包括在海外的这些朋友 大家都有一种经验 就是你比如说在这站住脚了,生活稳定了 其实很多人是愿意把父母接过来 让你们想想服务,感受感受,体验体验 出来走一走,玩一玩 儿子也好,是闺女也好 在国外也算稳定住了 爹妈来享受享受我们给你创造的生活 愿不愿意在我这长期生活 还是每年来玩一玩 都有这种好心,都有这种孝心 那么我父母第一次上我这来,是2013年的春节 春节之前 在我这打算过个年,然后三月份开春再回去 当然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变故 也是他们在这不适应 那么他们来之前,我就做了大量的准备 其实呢,就是家里面,我当时是自己租房子在迈阿密 所以呢,又添置了很多的家具摆设呀 他们需要用的东西呀 铺的盖的呀 然后什么锅碗飘勺啊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比较简单啊 你单身一个人,你反正就都省事啊 但是他们来了,你得准备这些东西啊 就准备了一番 来了之后呢,当时是第一天晚上到迈阿密的 然后呢,到晚上到迈阿密呢,也没看到什么东西啊 就所以老人有的时候他跟小孩一样,他也兴奋啊 他兴奋呢,他就晚上又时差 转天早上呢,大概五六点钟啊,就就精神了 就因为迈阿密的地方热呆啊,早上天亮的也早啊 然后六七点钟七点吧,大概七点左右啊 我还没起呢 我因为是前一天晚上呢,接着父母到啊 我陪我爸喝酒啊,高兴啊,爷俩好久没见了 跟他喝,喝完酒之后呢,我也迷迷蹬蹬,还没醒酒呢啊 然后呢,我妈就推我,说那个我下楼想去散散步啊 你这个跑跑步转一圈,溜达溜达 我说你别跑,我说你要在这周围转着就行了 我说你一会儿就回来,你别走远了 他说行,我知道,没事啊,挺兴奋,就下楼了 然后就迷迷蹬蹬,又睡了 大概八九点钟啊,我就又醒了 然后我爸呢,就推我,说把我叫起来 说你妈出去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 那这就已经是八点多快九点了啊 我说,我是有点时间长啊,好像七点多出去吧 我也有点迷糊啊,要不找找他去,我说应该不会丢 我说这附近就居民区,因为我当时租房子是一个公寓 一个公寓楼,公寓楼周围呢,全都是这些single house啊 就我那个楼在那个路边啊,在这孤零零的 然后周围是single house,我觉得治安是没问题啊 我那周围,我说他可能也就在小区里溜达溜达 看看那老外的小别墅啊,小花园啊,看看啊 然后过一会儿还没回来,我就决定啊,下楼得去找找啊 这回来真早溜了,应该不会吧 然后我刚穿上衣服就准备下楼啊,门铃就响了 然后一开门,我一看,哎呦,两个警察中间站着我妈给送回来了 哎呦,我妈说,对对对,回来了回来了 哎呦,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两个警察就说,您这个母亲刚才迷路了 我们把他送回来,你应该把他的证件还有电话留给他 以及你的联系方式,让他随身带着 他走丢了,我们把他送回来 我说哦,我说谢谢你,谢谢你啊,感谢人家一下啊,人家就走了 后来我问我老娘,我说怎么回事,她说哎呀,我这个兴奋啊,下楼转转 然后在那周围几个楼转来转去吧,觉得看来看去那房子后来感觉长得都一样 然后就找不回来了,因为美国这社区啊,它有的地方啊,这个这个一条一条一条路,两条路,三条路 你走两三个街口之后,你再回头一看呢,你会觉得那房子都差不多,你就搞不清楚是哪个路口了 而且像麦米那些特别高的棕榈树呢,你远远的也看不见我那个楼 所以在周围就开始,找不回来呢,他就慌了,这看看也像,那看看也像,路牌也都是英文,他没见过 而且他是第一天到,所以呢,他就越找不着,越有点紧张啊,跟我说 后来呢,看见一个老头啊,在院子里浇花,然后过去跟人家脸比划,也说不清楚 老头看这怎么回事,这搞不清楚,人家就报警了 警察一来,然后我妈呢,就跟人就比划,然后人家就通过这个对讲机啊,找了一个就问,我们老娘,你是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说的差呢,我妈说,对对对,差呢,差呢,差呢,知道是中国人了 然后人家那个老外呢,他们这个警察呢,身上的对讲机呢,后台,后台有能用拼音的 后来也找了一个翻译,能讲中文的,然后我妈跟他说,迷路了,找不着房子家了,我儿子在这住 然后说,那好吧,然后警察明白了,你是迷路了 坐警车上,一条街一条街的开车,围着这个区域在这转 然后就问他,你离开房子多长时间了,你走出来多远了,你那房子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妈跟他说,是个三楼,然后是一个楼,是一个楼房 人就知道是一个building,好,围着转转转转转转转,哎,找着了 在我那,开到我们那楼下的时候,我妈还看见我那车了 对对对,就这个,这是我儿子的车啊,她知道我那车,紫色的 因为晚上,头一天晚上接他们的时候,我跟他说我那紫色的 怎么怎么说,我记住你,记住我车牌号,她就有这个意识,记住我那车牌号 我说,以后咱出去都开这个车,哎,知道了,找回来了 看见这楼,对对对,上楼吧,上来,回来了 然后弄得虚惊一场,紧紧张张的 就是因为他老人跟小孩一样兴奋,我到一个地方,我想看看,这看看那看看 他就自信过度了,他搞不清楚,哎,回不来了 所以呢,也是这个第一天到啊,挺兴奋 那么后来呢,就是他在这个,我这期间呢,就觉得有很多的不适应 还有一个呢,比较独特的经历,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没这种经历 就是我带我老娘和我老爹呢,去看了一次脱衣舞啊 这我相信很多人没这经历啊 那么他,我带他们去看脱衣舞呢 之前呢,我就渗透过啊,他在我这住的时候呢 就就闲聊天吧,就美国这个那个啊 我说明天去这玩玩,逛逛商场,那边海边去看看如何如何的啊 然后说,要不要带你们去看看资本主义的腐朽啊 然后我妈在那,什么腐朽啊 我说,就带你们看脱衣舞去啊 我妈,哎呀,这,然后就看了一眼我爸那眼神 然后我爸就闷头吃饭 我说,我能看出来老头呢,心中有一些暗暗的窃喜 哎呀,心,我当然这个话,我后来跟我爸开玩笑逗过他 我说,你是不是当时挺开心的 哎呀,不就看看吧,那能怎样 你想,中共教育这么多年了,也没去过资本主义国家 这次来了,你看看腐朽是啥样的呀 老头儿心中,哎,压抑,好像没听见这事儿一样啊 然后我妈,看口吧,要不去看看,这是什么样的 他也好奇,其实他也好奇 然后呢,我说行,然后就安排一天啊,我带他们老两口去了 到了一去啊,一进去,这老两口,哎呦,那个表情就惊讶了 惊讶得要命,我妈是捂嘴,哎呀,这就就,就有点紧张啊 就是因为大厅广众呢,后来我问他,我说你刚一进去什么感觉 他说,就大厅广众啊,都是老头子啊 还有男的在那儿,又喝酒啊,就光着屁股,就是看澡堂子一样嘛 这不就是,然后就坐在那儿了啊,老两口坐在那儿看 看呢,反正我爸也是正金飞坐的 这看看那看看,我们老娘呢,就没事看看我爸那眼神啊 看看我呀,就是有时候有点坏笑啊 看那意思,你看你们俩过眼来了吧 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啊,逗我们 然后看到一半的时候呢,看了一会儿啊 就是我,因为我带他们去的那个拖衣舞厅呢 是我比较熟的,然后有一个跟我认识的一个姑娘啊 因为我认识了好几个啊,因为那我们有时候带客人去 带客人去呢,他跟他们就慢慢就混熟了 他也知道你是这个导游啊,你导游来,你带客人来 给他们小费啊,他知道你能帮他们挣钱 或者说你给他们安排到钱头啊,这有客人有钱啊,他高兴啊 他就是说,不能算是金主吧,也是个大客户 然后那姑娘过来,又跟我拥抱又贴面的 然后告诉我,那后边我们那个经理,他们有一个经理 给我们那个门票啊,还有折扣券什么的 说你去拿点那个吧,我说行,那谁谁在今天 然后我就跟他到后边去拿那些东西,啥事也没干 然后我妈呢,就特别的诡异那些事 嗯,怎么你跟他就,因为那个姑娘,人家光那个 就跳着脱衣服,就那样吧,反正就是 哎,他就怎么,这就干嘛去,是不是干坏事去 他就有那种心里嘀嘀咕咕的 然后也就是五六分钟啊,我就回来了 我说,哪里挪东西,你干嘛去了 我说,这个给人家的,这个我们工作用的折扣券什么的 还给别的导游分分,哦 然后在那看,看完之后,我说你们喝点什么呀 然后我问我爸,我说您喝点什么 我爸说,不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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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看看吧,看一会儿,然后大概也就看了一个多小时 因为那天是个平日啊,人不多 然后看完就出来,回来了,回家了 回家呢,晚上就睡觉了,也啥也没说 第二天呢,我妈就给我单到一边跟我谈 说这个老二,我觉得你这个昨天啊,你去跟他们这种接触啊 你得小心,你看你又跟他们又摟又抱的 他们都有病啊,这太危险了 我说,谁告诉你都有病的啊 就这个中共的这种教育,觉得人家都有艾滋病似的啊 给吓得要命啊,谈虎色变一样 我说,没有,我说人家就是表演 人家演员,哎呀,怎么那下面都都挂了 哎呀,怎么是这个样子,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说,当然跟你想的不一样 它不就是这种表演方式嘛 然后,行行行,你以后少跟他们也得接触 你这都容易学坏,你这样 我心想,我学的坏,你也不知道啊 所以呢,个老娘呢,其实她也是担心啊 但是你在这儿的生活,她也并不知道 但是她看到呢,她也要嘚嘚几句,要管你一些啊 她就是不放心,老人嘛,就这样啊 那么在我这期间呢,包括我带她去这个豪宅区 看那些大豪宅房子,她也觉得不适应啊 这就是中国老人那种概念 她觉得,哎呀,这深山老林这房子,这谁住啊 白给我都不住,这都豪宅区啊,她不习惯啊 然后呢,包括带她去海滩 海滩看那些姑娘穿着比基尼啊 也是,哎呀,怎么就没穿衣服嘛 就屁股够呢,弄点个绳子,这叫穿衣服嘛 哎呦,我天,怎么这个样子 人家都是这种游泳衣啊 还有点儿老骨玩儿 但是后来呢,住到快临走的时候 我觉得她已经适应多了啊 就是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热情啊 就慢慢的有些体会了 但是后来呢,是因为她突然身体不舒服了 我母亲有这个糖尿病 她有些天很不舒服 而且呢,也住的时间有点长了 她要回去啊,后来回去吧 就给她们送回去了啊 送机场回去了 然后后来转一年又来了 就第二年来的时候 就已经这个这个这个 就算是适应的很多了啊 因为第一年她们很多不适应 包括走路的距离太远了 这个超市里面太冷了 迈阿密的超市里面很冷的 她不适应了,她觉得太冷了 哎呦,这不行,这好家伙 这里面跟冬天一样 后来再去超市呢,她带一个防安服 大夏天进超市的带个防安服穿着 还在迈阿密特意买的啊 多说一句 你如果在迈阿密买冬天衣服 倒是挺便宜啊 因为迈阿密没有冬天 所以呢,迈阿密有的时候 那个地方呢,她冬天的衣服打折 她没什么人买 所以她买冬天的这个棉服啊,羽绒服啊 也有卖的啊,卖的少 但是一打折还挺便宜啊 有的时候,我在迈阿密买好几件 那之前的以前那个什么羽绒服 没有超过20美金的啊 就15块钱啊,12块钱 还买过的啊,还买过一封衣 9块啊,这都在那买的啊 所以在那些地方呢,能买的也比较便宜的啊 那么这个,说回来啊 我的这个标题呢,叫 我一生都在和母亲斗智斗勇啊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是大部分很多人都有过的这种经历啊 就你小时候呢,总是希望呢 不让母亲看到你更多的缺点和错误 所以小时候就跟老娘呢,斗智斗勇啊 干个坏事啊,别跟我妈说啊 别让我妈知道啊,别让我妈生气啊 就这样,长大之后呢 尤其出国之后呢 就有一种报喜不报忧啊 我在这的生活什么的,你也不用你担心啊 我都挺好,这也挺好,那也挺好 尤其是跟母亲联系啊,跟家里联系的时候 当你有一些什么不好的情况呢 你不愿意跟他说啊 就是我觉得中国人有一种 也算是亲情所累吧 就是不能说实话啊 就是随身携带的这种自我审查 我觉得就是随身携带的自我审查 一跟老娘通话啊,我这挺好的忙啊 但是呢 其实母子之间啊 是有一种特别独特的 我自己有体会啊 就是叫心灵感应 我不知道别人 反正我碰到过两次 我都觉得很神奇啊 第一次呢 是我当年还在这个天津的时候 那个年轻吧 步入社会不久 反正也是跟人家打架啊 喝多了打架 然后这个打伤了去医院了 然后风针了 然后我就在家里猫着 我不想让我老娘看见 因为当时我还是自己在外面住啊 不跟父母住 然后呢 就那天特别怪 平时我老娘从来不上我那去 就那天我刚从医院回来 在家里养伤呢 我老娘的那就开始敲门 哎呦 我就把所有的这个家里的什么灯啊什么的 就不出声音啊 让他听不见 他敲半天 然后给我打手机 又放到镜音上了 我就没接 后来呢 我老娘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呢 一个小时左右 我再打回去 我说妈 你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我刚才上你那去了 你干嘛 我说我在外头呢 没在家 我出去了 哦哦哦哦 哎呀 我就觉得 不放心 你这些天也没回家 我想看看你 我说啊 我说这些天忙 我说那个周末我回家 行行行 其实那天我还 这个伤还还包扎着呢 那一次啊 后来当然他也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是有心灵感应 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怎么就那天 特别蹊跷跑到我那去啊 他说我也特别怪啊 就那天下午 我心里就一直就是 七上八下 总觉得哪有点问题 不舒服啊 心慌 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就是想看看你啊 结果就那天就出事啊 所以就很怪 还有一个一次呢 是我在美国啊 美国有一段呢 我的也属于低谷期啊 低谷期呢 就有一几次跟他视频的时候啊 就微信视频的时候 我总是在车里面 然后他呢 就有无这种感觉 我儿子怎么总在车里跟我视频啊 当时我的说法就是哎呀 我这正忙着呢 因为他我跟家里联系呢 一般就是国内的早上 他早上八九点钟 我这边晚上八九点钟 我跟他联系 其实那一段呢 我是遇到一些比较大的波折啊 和挫折 但是他呢 就是通过视频里面啊 其实我也是啊 这个笑满滋滋的什么也没表现 但是他能感觉到你有问题啊 然后隔了可能那几次视频之后啊 两三次连这两三次他都觉得我在车里 然后后来就专门给我发个信息 说你现在到底怎么样啊 你也那个是不是忙啊累啊 这个我让你爸啊 就跟我说啊 我让你爸给你打了多少多少钱啊 打了多少美金啊 这个我不知道你那什么情况 但是呢你也别太累了啊 如果太累的话 你这钱不够用 我先给你就是也直接啊 就是他给我发这信息的这个之前 我就知道他已经给我打钱了啊 就是哎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母子连心啊 他有这种心灵感应 他能感觉到你可能有些不好啊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种体会 反正我是碰到过这两次 我觉得挺神啊 挺怪的啊这事啊 那么还有呢 我自己的体会呢 就是母亲啊 永远不可能按照 我自己或者说呢 按照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生活啊 因为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哥们都有嘛 跟这老娘也是斗智斗勇 再有一个呢 就是不希望他操心 你别管我的事啊 你不要总跟我唠叨 我知道怎样怎样啊 你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 要不就跟老娘呛呛 也有这种情况 总希望我的老娘应该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子 但是你的老娘呢 永远不可能是哪个样子啊 所以我觉得 女孩子跟母亲可能感觉不一样 但是儿子和母亲呢 我觉得大致就是这种感觉啊 当然我也很珍惜啊 每次我回国 包括就是现在疫情结束了 今后也得没事让他们多来 或者我多回去啊 反正这个父母在的时候 还尽量多陪陪他们在身边啊 这也是母亲节啊 这个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体会 另外呢 在美国期间啊 我也看到很多老外啊 过母亲节 老外过母亲节呢 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呢 就是这个开Uber期间 我开Uber的时候呢 碰到一个就是母亲节那天啊 我早上跟家里食品完那天也挺忙啊 因为一到母亲节呢 老外也很忙 这一天全家吃喝呀 出去吃饭呢 餐馆爆满呢 也是这个场景 送花啊 这样 然后我那天呢 是下午四五点钟 五六点钟啊 接了一个小伙儿 哎呀满头大汗子 然后我说这个去哪儿 然后他去一个超市 到超市之后 我说我再加一个地方 然后又跑一个超市 然后跑到超市 后来说这不行 再加一个地方 我搞不清楚他要干什么 我说你到底要买什么 他说买花 哦我明白了 我说你没买花 他说没有啊 哎呀哎呀搞不清楚啊 怎么样 跑了三四间超市 最后终于买到了 买到了他如释重负 哎呀可终于买到了 他说这个就是给妈妈的一个感性 今天我忘了 忘了给他 他们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他给忘了 然后呢 赶快跑到他他老娘那儿 最后给他送到他母亲家去 拿着花啊 谢谢啊 多多这些 因为都是陪他坐半天 你本来他是一个地方 后来又加一个地方 后来又加一个地方 都是计划之外的 他说不好意思 我还得再去一个 再跑一个 再看看吧 再看那地方有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他要送花啊 所以老外呢 对这事也挺重视啊 这母亲节呢 也是全世界的一个节日吧 当然这个母亲节呢也是起源于美国啊 也算是 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来说呢 母亲节真的是一个 算是比较拿来所用啊 中国比较承认的一个西方节日 拿到中国去用的 你看什么情人节啊 圣诞节啊 现在反对西方过阳节啊 这个那个的 但是母亲节呢 还照方抓药 还还拿过来用啊 因为母亲节呢 跟中国的孝道呢相关 所以呢 这也算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吧 最后呢也祝啊 看到我视频的网友呢 如果你也是个母亲的话 祝你也情人节 哎呀 这母亲节快乐 好吧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